歐洲多國連日落暴雪,坦門航空交通,英國倫敦希斯羅機場再有超過200班航機取消,而在蘇格蘭州發生雪崩,造成四人死亡。 歐洲廣泛地區上個星期五起氣溫急降同落大雪,英國蘇格蘭山區星期六發生雪崩,造成六個行山人士當中四個人死亡,包括兩男兩女,另外兩個生患者一個人正留意,情況嚴重。 而大雪亦都連續第三日影響倫敦希斯羅機場運作,由於能見到低,機場星期日再有大約260班機取消,加上航班延伍的情況持續,上千個旅客滯留機場,希斯羅機場由上個星期五起累計已取消超過700班航機,由於大雪預料會持續,估計星期一仍然有至少一成的航班受到影響。 在法國首都巴黎市郊的奧利機場,白蒙蒙的積雪覆蓋飛機跑道,要出動產雪車加緊清理。 連同當地另一個主要機場,星期日一共有四成來往當地的航班要取消。 不少旅客早一日已獲知會航班的安排,未有大批旅客逐流機場,航空公司估計星期一同樣會有大約四成的航班要取消。 大樹亦都令到德國法蘭克福一夜之間氣溫降到零度以下,積雪過五厘米,飛機表面亦都結冰。 法蘭克福機場,星期日取消了大約二百九十二班機,多班航班亦都延誤,主要影響內陸和歐洲航線。 無線電視機,就在沉迫起報道。 電視機,就在沉迫起報道。